欢迎来自嘉义七消息 这是嘉义各港 参加第47个的中国纪念经济 迎合四金一银一同二优胜一家座 中心这是分家南地区 参赞好好最亮眼 今天头新体的特别人 让嘉义各港鼓励学生 我向感谢赞含里讲 头新体的表现 中央各个保证出在嘉义七设定 南台湾的机器源研发中心 嘉义指定头新体表现 各港学生人材责责 今年有个赞党 专业加价合得四金 一人一档的生质非常浪漫 金牌匠有机器人里的 黄博生刘家宏董学 以及机电精华里的 林冠亭李博新董学 金牌匠有家族目光里的 江登峰董学 南牌匠有汽车噴插里的 江明瑞董学 幽生有极器人里的 侯震源何家祥董学 以及家族汽车噴插里的 苏丽林董学 市長的飙扬 政策励馆以及 助手医助鼓勒 我们家工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科技界 人才培育的摇览 每一年他们都得到很多佳机 像这次全国技能竞赛 又得到素金 一饮一桶 还有一些佳奏 用心在培育我们年轻人 表示肯定跟感佩 所以今天特别来跟这些学生们 鼓励一下 那我们机器人 能够得到全国的冠军 我们足得在嘉义 发展成机器人的一个合 也就是说我们有中正大学 我们有加算中心 我们有嘉义高工 也有南唐国中 这方面他们对机器人都蛮投入的 所以这机器人 再加上这种整个的物联网 就叫概念 我相信绝对是未来最需要的 那嘉义市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才 我也很乐意来跟这几个学校 大家来共同努力 我们来向教育部 来向科技部 来做更多的一个争取 让这个嘉义市能够变成一个机器人 研发应用的一个南部的中心 那我们往这方面来努力一下 嘉义高工厚中林文和 激励支持市長 正出嘉义会应该身为南台湾的 机器人原发重心的案件 表示感谢 业顶专专业来支持 校长也表示 各种的学校有特殊的表现 他感到非常的 因为 业共亿当学共化15号的本领 食材食素 进行的发育所定 开创自己的一片天空 社心事务超微动 交予其他文不得